这个男人惊慌失措 低头一看 面前出现一群小兵 只听对方一声号令 无数轮箭射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只手伸了过来 二旦回头一看 好家伙 这不是米国第26任总统老罗吗 老罗解释说 这里的生物之所以会复活 都是因为这块法老金牌 它拥有某种神奇的能力 不管是什么生物 都可以被它复活 原本是个养老的工作 现在却成了高危职业 这个可怜的男人叫二旦 刚刚失业 不仅房租交不起 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妻子也离他而去 转头嫁给了隔壁老王 为了抢回儿子的监护权 二旦找了一份博物馆的工作 结果成功应聘为保安员 原来由于经营困难 博物馆解雇了原来的三名老保安 简单说就是三个人的活 他自己干 老保安带着二旦 熟悉了一下环境 神秘地告诉二旦 这里晚上挺刺激 你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能让任何东西出入博物馆 随后递给二旦一本生存手册就离开了 就这样 有点懵得二旦上岗了 后半夜寻场时 他发现恐龙化石好像消失了 这时旁边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二旦赶紧过去查看 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消失的恐龙化石 正在洗手池里喝水 二旦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恐龙立马向他跑过来 二旦吓得转头就跑 二旦赶紧掏生存手册 下一秒 一根骨头掉在了他面前 二旦赶紧拿起骨头扔了出去 恐龙立马转头去追 二旦还没来得及逃走 恐龙又叼着骨头回来了 这难道就是二哈的祖先龙二 二旦惊讶地发现 博物馆内的生物都复活了 就连角落里的石像 都能开口说话 面对这样诡异的场面 他吓得连滚带爬 根据生存手册的指示 他必须关闭动物展厅的大门 结果他来晚了 狮子 鸵鸟 巨型大象正在到处溜达 二旦连忙冲出展厅准备上锁 却发现要是被一只调皮猴偷走了 二旦赶紧过去抢钥匙 调皮猴上来就是一口 生存手册也被撕得稀碎 没有了生存手册 二旦无助地瘫在长椅上 突然 他的脸被什么刺了一下 二旦疑惑地转过头 发现桌上站着许多小矮人 他们正在对二旦发起进攻 好在老罗及时将他救下 他还告诉二旦 只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出现 这里就会恢复原貌 第二天 二旦找到老保安 说 这个工作太刺激了 自己干不了 没想到 出门就遇到了儿子 为了不让儿子失望 二旦决定再努力一下 回到家 他开始了各种研究 夜晚 他带着各种装备 迈着自信的步伐再次来到博物馆 他拔下恐龙的一根肋骨 拴在遥控车上 展台上的恐龙剑状 立马飞快地追了出去 他送给钻木取火的野人一个打火机 加快他们进化的进程 喋喋不休的石像 吹起了泡泡 就连喜欢偷钥匙的调皮猴 也收到了惊喜 结果还没等他忙完 一大群动物又溜了出来 原来是调皮猴 又把钥匙偷走了 还顺便帮他开了扇窗 此时的博物馆 乱成了一锅粥 小矮人们陷入混战 石像背口香糖粘住了嘴 野人玩火 差点把展厅给烧了 二旦赶紧用灭火 轻灭火 眼见调皮猴 举着钥匙挑衅 二旦赶紧过去抢 下一秒 要不是老罗及时赶到 两人估计能打到天亮 此时距离日出 只剩下几分钟 二旦正准备下班 突然发现了开着的窗户 更要命的是 正当他和猴子互相安慰时 一名野人偷偷爬了出去 二旦赶紧跑出去找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随着第一缕阳光 野人瞬间化为了灰烬 馆长得知后 准备将它开除 在二旦的再三请求下 馆长决定 再给他一次机会 二旦找到儿子 想带他见见世面 结果 什么也没发生 儿子怀疑二旦精神不正常 疑惑的二旦 带着儿子来到法老展厅 发现金牌不见了 这时 楼下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随后两人在地下室 发现了金牌 原来三名老保安 偷走了金牌 三人将二旦打倒 关进了埃及展厅 准备逃跑 紧要关头 二旦将法老唤醒 法老告诉大家 如果金牌消失 他们再也不能复活 大家必须齐心协力 将金牌找回 大家赶紧分头行动 没多久 就抓获了两名保安 第三名保安 却带着金牌 坐马车逃了出去 二旦赶紧骑马追了上去 老保安嘲讽二旦 没有命令马车 是不会停下来的 结果二旦一个口令 马车就停下了 老保安就此被抓获 二旦将金牌交还给了法老 法老利用神秘力量 成功将大家召回了博物馆 第二天 各大报刊都在报道 野人和恐龙的事件 大家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 没想到却让博物馆 恢复了往日的升级 最终 二旦成功保住了工作 如果这块金牌给你 你最想复活什么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个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吧